看看新闻网 2013年就要过去了 在2013年 究竟有哪些践行者 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他们的行为 又在哪些方面 影响整个社会呢 答案要从生活的细微 去寻找 请问你2013年过得好吗 好 你能说说为什么呢 真的 那你感觉我们国家 这一年怎么样 有什么改变吗 国家 发展挺快 发展挺好 有什么改变 你感觉到吗 社会比较和谐 请问2013年 您过得好吗 还挺好 就是 学院上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然后也收获了 这个甜蜜的爱情 对对对 对对对 那您感觉我们国家这一年 给您感觉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一年 就是也是 逐渐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2013年您过得好吗 挺好的 吃得好 睡得好 那你感觉我们国家这一年 给您感觉怎么样 方复挺厉害的 现在好像连政方面搞得好一点 反腐败啊什么的 反腐败这一块 我觉得做得很好 各方面 抓得紧一点 对吧 对吧 有天无地人手了 据媒体报道 2013年 全国平均每月 有一名省部级高官下马 每两天 有一名厅级干部中间 中纪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1月底 各地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论干部 达到25855人 2013年 反腐既有高层的雷霆之势 又以民间智慧 打开另一番格局 网络反腐实名举报 一时间 房嫂房爷纷纷现身 表叔表妹浮出水面 除了打老虎和苍蝇之外 反腐更在制度层面推进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 将推行 新提任领导干部 配偶子女 从业 财产 出国境等有关事项 公开制度的试点 事实上 在2013年 已经有多地 多位官员 尝试财产公开和申报工作 但在不少人眼里 官员财产公开 依然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他姓刘 是某地科技局的一名副局长 今年初 他在微博中 公布了自己的财产 然而蹊跷的是 这条微博 在发布后的24小时 就被删除了 这其中有何隐情呢 对刘局长来说 公布自己的财产 究竟是谁 这个是获得的 感谢 我自己呢 也很痛恨 庸俗腐败现象 我觉得 我如果能通过 微博这个媒介 把自己的心愿 表达出来 没有什么可怕的 您公布的财产 包括什么 包括我的一套住房 住房 还有 我家里的一个主要的用具 就是一台钢琴 你能不能一个准确的数字 把它说出来 就是你的房产 家里的存款 大概值多少钱 我的存款是28万左右 房产当时买的是 14万多块钱好像 你是政局长还是副局长 我是副局长 因为我在县里面 当过副市长 我的下面情况 非常了解的 如果说仅仅依靠 你的个人的工资和收入 你是支不了这个财产的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我们那地方 可能跟你工作过的地方 经济发展水平 是要好一点 你爱人做什么呢 他是在政法战线 你都是国家的公务人员 是的 我就觉得凡是领导干部 手里总有一些 调配资源的权利 没有人向你送过礼 没有人向你行过会 这样说吧 也经常有一些人 会有一些事情要 要拖请我们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收过一个红包 比如说几年前 有一个挺熟悉的朋友 打电话到我们家 说有个事情要请教 来了以后呢 谈了他的事情 我爱人帮他分析了一下 他走的时候 也没说什么 丢下了一个信封 在我的沙发上 走了以后 我们才发现 打开以后发现 是鼓鼓囊囊的 就是百元大钞 是一打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 我说请你 现在一定要把 你刚才留下的东西拿走 几万块钱 我没数 反正是一打钱 我说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拿走 明天我会交到纪委去 这样我们朋友也做不成了 你的钱也没了 所以你从来 你敢打宝票 所以你开着轻婆说 从来没有收过别人的礼物 我有这个底气 你所在这个市啊 是不是要求有这个 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 我们那里 在年底年初的时候 都是由组织部或者纪委和纪委 联合下发一份表格 里面有一些栏目 会填到房产啊 配偶的职业啊 孩子有没有在境外留学啊 这些栏目 我们也就填了也就是填了 没有核查 没有公事 这叫申报 不是公事 不是公事 因为其实干这个申报 我们纪委需要这样的干部 就觉得是说他们没有真正落实 都是形式主义 现在不一再说反对形式主义吗 就是说你填了 但是没有人来核实 只是走着过场 你说好多申报了一下 我想自证清白 与他们划清界限 刘局长他这个 你觉得你的同事当中 有这样的人是吗 哪里都应该有 人还不少是吗 这个你知道 这个我相信的科技局 你在里面分另类是吗 我一直可能在别人的眼里 是比较另类的 你在科技局当副局长 没拉过红包 这点我相信 因为科技局是太清水丫门了 对 我这种性格吧 我觉得 一些科研的福祉资金 也是有渊源的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老干部 在我的记忆当中 他从来没有利用植物质变 捞取别人的好处 所以他说 这个拿人手软 吃人嘴软 拿人钱吃人饭 那你就要为人办事 其实就是一个 没有人格的表现 而我是一个 特别追求内心自由的人 我觉得那样就 丧失了内心的自由 谢谢 你的话 过出来以后 地方书记和县长 对你的是包子扁 我的微博公式 发出以后 我当时没想到 会有比较大的反响 第二天我上班以后 就接到了 我们一个 要害部门的领导的电话 他上办公室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在跟 另外一个领导汇报工作 打了我几次电话 我心里有点数 可能是有人要找我 他是可以决定 我的官场 很命运的人 后来我谈完以后进去 我到他的办公室 他当时很客气 很有善 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他也是一个 比较开明的领导 他关心地谈起了 问起了我的工作 对现状有没有什么 满不满意 我说很好 后来他又谈到了 这条我的微博 说他从来不上微博 说你能不能打开 让我看一看 我当场就给他看了 他看了一下说 你这个微博 其实没什么 但是提到了我们的省 提到了我们的市 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 要讲组织性纪律性 我当时也跟他 阐明了观点 我说一个共产党员 讲真话 讲自己的话 没有问题 我也没有攻击任何人 我不涉及到我的单位 也不涉及到 我所在的地域 但是他说 我刚才都跟你讲过了 你看能不能把它删掉 我说我考虑了一下 我说我同意删 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 把它删掉了 后来呢 我就用英文写了一个微博 就一句话 写的什么 我说 再翻译一下 反应就是 一个公务员申报 擅自公式财产 是不被允许的 后来有反应吗 我在假期里头 有一个习惯 就是小孩回来以后 我都会陪他 在电脑前面听英语广播 我想练他的听力 我们听了一会儿 我发现 我听到家里电话响了 过了一会儿 外人走到我面前 脸色非常难看 说你刚才是不是又发了什么东西 我说我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你好像是用英文发的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是不是发了 我说发了 他说你以为 你用英文发就没人懂吗 现在连个小学生都知道 都懂英文 你耍什么聪明 他就站我面前 说你现在必须把它删掉 我后来把它删掉了 那几天 我都能感觉到 我们家里头 尤其是晚上 电话一响 那两个人 都有点毛骨悚然 这件事你跟你爱人商量过吗 公布 我在饭桌上 跟他说过这个事情 他同意吗 他当时没有表态 我就认为他是默许的 所以我就悍然公布了 但是这件事出事以后 你的家人其实为你特别着急 刘具央的妻子 也是一名普通公务员 对于丈夫公开财产的行为 他也背负了巨大压力 夫妻双方甚至为此发生了冲突 今晚他是否愿意在现场面对丈夫 对于丈夫的固执 他又有何话讲呢